阿強啊 是 你有沒有看過美國人辦事辦手續有那麼快啊 我覺得林瑞熊從神隱到神速很恐怖 以前人說阿強的銀廟 這次我要說美國的銀廟是不是 也在發生啊 啊你不能這樣講 人家美國人只是說不介入選舉啊幫你忙啊 不是因為我們從文件來看事實 今天林瑞熊先生他提供了他的所謂契機證明出來嘛 那我也非常認真的我就到林瑞熊的Facebook 就剛剛成立沒多久好像只有一個禮拜的Facebook 我到他的Facebook上去看到他的這個所謂certificate 結果上面呢喜人一逗的我必須說我是很合理的質疑 上面這個approved的日期各位知道是哪一天嗎 林瑞熊是在927宣誓的對不對 最後approved的那一天是11月21號 朋友 你有看到說這個11月21號當中有沒有什麼玄機 沒有啊就兩三個月給他很準啊 11月21號那一天是哪一天啊 就只有禮拜一啊 這個禮拜一啊 對啊 禮拜一就是中國時報頭條爆出來質疑林瑞熊可能不能選的那一天啊 啊那他那天就已經得到了 就是那一天啊 所以他在報紙上寫他可能不能選的時候 他已經拿到上市美國 或可能是當天下午拿到 哦同一天 I don't know 就那一天 OK 那他為什麼不當天不告訴你們說你們 對這也很奇怪啊 因為中國時報他是引用和這個新黨郁牧民的專訪嘛 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報紙的作業流程 他如果是21號見報一定是前一天或前幾天就先做了訪問嘛 對不對 那他回去要再寫稿子 對啊 所以當玉主席在質疑的時候 確實林瑞熊還沒有被approved哦 各位要了解這個邏輯 20號沒有被approved 19號也沒有被approved 合理懷疑 要到21號才被approved 對不對 那21號那個時間點 是在中國時報見報之後 還是之前 我們也不知道 那再來 更合理的懷疑在於 21號見報了 那你如果21號被approved 從22到今天24 為什麼親民黨也不召開記者會 也不直接把那張certificate直接拿出來 白紙黑字 對不對 你看像李登輝 李登輝那個時候被特徵組起訴的時候 他馬上就跳出來 白寶 好好的白寶 嫁給人家黑 白布被染成黑 所以李老先生要捍衛他的這個權力 對不對 撼壞的清白 那合理的一個懷疑嗎 一般人如果說被質疑 而且是這麼嚴重的參選資格問題 應該要馬上看記者會把那個certificate拿出來 上面21號核准 對啊 你罵我是小偷 我告訴你我不是小偷 警察局沒有抓過我啊 那為什麼終於這麼多天 親民黨都不講話 甚至語言不詳 比如說我們看到黃珊珊 再到陳振盛 再到劉文雄 他們就不斷的說 他已經宣誓了 然後最後會核准 那核准之後可以回溯 他就完全不告訴你核准了沒 李堯也有講啊 李堯也是講亂七八糟啦 李堯昨天我有看啦 李堯他也是講來講去 就是說最後會核准啦 這個就是個文件啦 大家都語言不詳嘛 全部都是在搞煙霧彈 搞模糊照 所以我作為一個小市民 作為一個一般的讀者 一個觀眾 我當然會覺得那所以你沒被核准囉 你講來講去 那意思是說你可能不被核准 對 那當然今天出來的結果是說 二十一號當天被核准嘛 所以我想說 人家以前說阿楊的音量 台灣人不是很喜歡講嘛 任何事情啊 搞不清楚為什麼的 就是阿楊的音量 那我有另外一個朋友就說 其實嘛 要給你稍微介紹一下 任何搞不清楚的事情 就是美國的音量